我们谈谈逼桂园服务 因为我看到你上星期五 有推过人买的 你都非常聪明 其实有人猜入的 其实我看那些叫估计的名单 都不少人猜逼服入 但是看到这一转 其实这个估计又没什么升 就是比起譬如信耳光能 或者我们一会儿会说的 有些大家估计它会入 但是不入的 其实那些反而升得比较多 但是譬如逼服这样 两样东西看 第一就是它涨蓝 第二就是物业股 物业管理股的板块 你又觉得怎么看近日的走势 其实近期一些物业管理股份 走势又不算太差 因为起码你看到大股东增持 就是个人股东也好 甚至乎没有公司股东也好 都有些增持的情况 所以整个板块又会好些 一个问题就是 它们都长期有一个高股值 所以高股值 会不会像以往那种爆升情况 尤其是迫伏虽然近期 不是说涨很多 等着进入这个恒指 但是你会见到它的股价 都是强势的 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 都在高位培回 所以如果你就这么看的话 基本因素都仍然好奇 是股值担心 那你去到最后 又是说息率的变化 就是刚才节目开始所说 科技股会面对职口的变化 美国 因为它们是属于高股值的股份 而迫伏 或者其他一些物管股 都有类似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 是令到自己会比较担心 但是迫伏就好一点 因为这么多股份 就是为什么可以高位 都还叫大家值得去考虑 尤其是75元 因为你在这一转 你要找一只物管股 真的是潜在管理面积 是最多的 一定是迫伏的 就是跑赢很多 加上去龙头的地位 所以股份 我觉得股价 今天可能在80元大位 会有点阻力 但是这一转应该都行一个新区间 75-83-84左右 不要看它破顶 看它破顶 就看看会不会在这两个星期 继续发酵入行止 一些被动资金如何追入 到时候才将目标价再提高 我估计现在短期都是区间操作 好